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3月份我的最愛的時候 第一樣要說的就是眼影盒 之前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歡用Nomo Eyes的眼影 它在韓國買而且價錢很便宜 上色又很漂亮又很滑又很持久 內行我太喜歡了 我在Gmarket買了很多粒 總共有9粒或10粒 但一粒一粒就很麻煩 最近我在Gmarket上面看到原來 可以買一些專門放Nomo Eyes的眼影 就是這些盒子 它的牌子叫Beauty Fox 不是Nomo Eyes 其實不是很大的 只是這麼小 因為我買了兩盒 所以我就用貼紙貼著 讓我識辨到它是哪一盒的眼影 眼影盒很便宜 它只是1400W一盒 1400W應該大概是10多元左右的價錢 非常便宜 但我覺得有點難開的 裏面也會有一塊鏡子 鏡子的膠膜我未撕 所以就不理它 我未必會用這塊鏡子 然後這個位置 可以讓你放到眼影掃 它就沒有把眼影掃給你的 一盒裏面 我放差不多色彩的眼影 一盒可以放到四顆眼影 而它的直徑是25mm 未必一定是放Nomo Eyes的眼影 可能你是放25mm直徑的眼影 也是可以放進去的 這個眼影盒是非常之好的 它後面亦會有個孔孔 這個孔孔就是讓你用來捉眼影 如果你想換的時候 就不會說放進去 又要叫它上來 那麽麻煩 直接有個孔孔可以讓你捉眼影出來 換另一顆也可以 自己便宜了兩個盒子 一個就是一個比較蝦肉色 另外一盒 顏色都真的很漂亮 這一盒就是大地顏色彩的眼影 配合兩個盒子都是2800W 所以是非常之划算的 如果有需要 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自己在GMarket買 另一樣就是唇膏 之前我都說過 我很喜歡用Chanel那支唇膏 但最近它被其他人取代了 如果你有追蹤我IG 就會發現我已經迷上了這支唇膏 這支是Nars的Kiss Me Stupid 它是一支咖啡蠍色的唇膏 它不是很亮 但是很滋潤 這個顏色我一扭開 就已經是 我知道是它的了 因為我很喜歡 橙橙的 Nude色一點的顏色 它就未去到專紅色那麼深色 但是它的顏色都很適合我去用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顏色 其實我覺得有點秋天的感覺 但是它就是 好像是春天的Limited 但是不要緊 我真的經常用這支顏色 而我的朋友看到這個顏色 都說覺得很漂亮 會偏向有少輕熟的感覺 就不是很甜蜜的一種顏色 但我自己就非常喜歡 但以我所知它應該是Limited 所以我不知道再沒得買 但這支顏色我就很喜歡 今個月最後一種化妝品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MAKE UP FOR EVER的 Ultra HD Invisible Coffle Foundation 真的很好用 之前我不是說過 Stick狀那支 Stick狀那支 我也覺得很好用 但它遮瑕度和控油效果味 是很理想的 我自己覺得 標榜就是用了這個4K技術去研發 所以是非常適合用於在一些拍攝上用 或者是需要在很高清的情況下 都可以令到你皮膚是沒有瑕疵 非常透薄亮窄 真的每一次我用紅豆那麼大顆的份量 其實都不用 沒有紅豆那麼大顆 紅豆那麼大顆 我都塗不了 我用很少的量 點開 然後用Beauty Blender 印開它之後 它做到的遮瑕度是非常之好 而且是很滋潤 它的控油度 也是比Stick那支來得好 令到我覺得 全日的妝容不需要很厚 都可以耐久到很久 以及遮瑕度很好 令到看上去的感覺是很滑 不只是在於上鏡 是可能是面對面 都會覺得皮膚很好的效果 我覺得價錢很小貴 好像是380元 不屬於很便宜的價錢 但如果它的效果可以這麼滋潤 做到遮瑕 又滑 又可以做到很無瑕的效果 是非常之吸引的 所以如果這支我用完之後 我應該都會回購的 化妝品系列只有這麼多 然後講的都是小物 或者是鞋子的東西 首先講了這個 就是之前我也有分享過電話殼這個問題 因為我是Samsung 所以我不是iPhone 變相我可以在坊間買到的電話殼 就像之前所說 不是很多 在淘寶也可以找到一些 但也是很少 而且沒有一款選擇 今次我要分享這個 這個就是給我所有 不是iPhone的朋友 iPhone也可以的 一個更多手機殼選擇的地方 它就是G Market 我之前也在G Market 買了一堆手機殼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跟大家再分享 老實說 我G Market賣手機殼的價錢 是會比淘寶貴 甚至乎我想是貴一倍左右 大約你預算一個手機殼 可能是超過70元以上的 但是有款選擇 因為平時真的沒有款選擇 因為我就想多一點選擇 所以我就在G Market 找兩次G Market的手機殼經驗 告訴我 有伏有不伏 所以你們要自己衡量一下 還有可能真的 看看好不好 我也是在同一間買的 這間G Market賣很多不同 款式的手機殼 我現在用的是一個 這樣的手機殼 它是一個美國的地圖 很漂亮 這個 舊舊的 Vintage的藍色 我覺得很漂亮 同一系列的地圖 我多買了另外一個 另一個就是這樣的 是一個偏向米白色一點 都是地圖 那在哪裡呢? 我不知道 其實你說它是不是印得很漂亮 你很仔細看 你都會看到有一點點滑 但是以我經驗來說 這個地圖已經算不滑 在一個身位距離 其實你會覺得它的質量都很不錯 這個就是雲石面 它的殼是偏厚的 你會看到它其實不是薄的殼 如果它套上手機之後 其實都會有一定的厚度 會比地圖更厚一點 另外買了一個是這樣的 有少少是這個 叫做什麼? 芭蕉葉 有少少夏天風的感覺 而這個是軟殼 買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它是軟殼 我來到才知道是軟殼 這個套上去我的 我這部是什麼? A? 把? N?把? 我不知道 我在下面打回我的手機型號是什麼 這個殼 軟殼 對我的手機來說 是有少少大了 不是很適合的 所以就 這個差一點 最最最差的一個殼 是復的 跟剛才那些殼是一樣價錢 好像一樣價錢 這個殼是很復的 其實軟殼一個身位看 你會覺得都不錯 那它是一個 劇套帶? 錄影帶? 應該是錄影帶 我不知道它是錄影帶 還是劇套帶 現在90歲的小孩 是不是不知道 或者可能2000的BB 是不是不知道 劇套帶和錄影帶是什麼 那不要緊 這個呢 有點童年回憶 我想是我的年代的人都會知道 那個印刷是做得不太精美 它是有少少... 而且是有少少起價的 即是本身那個素材的質素都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是復了 可能我是買六至七個就會有一個復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它價錢不是十分之便宜 所以大家自己上去衡量一下 款式非常之多 就是說 除了我們不是iPhone的用戶 我們也有手機學換 之後要說的就是鞋 我今個月就在Oriental Traffic那裡買了一雙鞋 這雙鞋 價錢不太貴 三百多元 它好像正在做定價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雙鞋我覺得是很漂亮 好像很尊貴很高貴的感覺 然後它這裡就會有兩個小流蘇 最重要是這雙鞋是超級超級舒服 有時穿開這些鞋的人都知道 如果是質量不好的話 本身這雙鞋就會成雙鞋很硬 你走路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屈不了的 而這雙鞋是手屈都屈到的 你會看到它本身就是一雙很軟的鞋 非常之舒服 而且底部是軟折折的 所以穿下去是不會累 而且是非常之好襯衣 平時可能我穿一些牛仔褲 或者是配上一些斯文小小的衣服 穿這雙鞋都會好好看 你看到它的肘肘都會有少少高度 不會穿到腳很短 有少少高度但是又不會很高 所以是舒服得來又會有型 而且尖頭就可以令到你的腳更加收長 所以這雙鞋是我今個月很喜歡的 我打算會帶這雙鞋去旅行 應該會穿得很舒服 好 最後一樣 這個就是今個月最後的一個最愛 它就是Nespresso的Capsule 它這個味道叫Selection Vintage 2014 為什麼2014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喝開Nespresso 我自己就有喝開的 它是最近推出的一個Limited Edition 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因為它是這個玫瑰粉紅色的顏色 平時那些是沒有寫名的 就只是一個顏色這樣 它這個就會寫完是2014的Vintage Capsule 它除了外觀很漂亮之外 其實它的味道也很好喝 控陪了它一段時間之後 現在推出 它主要是帶一個木香和水果的香味 強度就是7 喝下去的時候 它的口感會比較細滑 所以這個口味是我這個月 都真的經常會喝 而且不知為什麼 一扔它下去 就會有一種很長飯很愉快的感覺 覺得那天喝了這杯咖啡就會很棒 心情也會很好 所以這個都會是我今個月的最愛之一 今個月的分享來到這裡 大愛片就要等下個月才可以再跟大家見面 你們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最好就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個月見 拜拜